OBS 我在OBS上顯示螢幕直向 可是FB直播變正方形模糊 每一個人在用OBS的時候呢 狀況都不一定 那麼我們只能幫你做到帶進門 那修行的部分跟練習的部分 那是OBS那一端你要去學習的 我們賣的是鍋子鏟子 那麼會教你基本的烹飪 但是不會教你成為大師 因為那是屬於課程服務 這一點還請您見諒 但是我們還是該教的會教給您 能教的我們會教給您 首先呢在影像的部分選擇 1080乘以1920 長寬比變16比9 輸出的部分呢解析度1080乘以1920 長寬比16比9 9比16 兩個都是9比16 兩個都9比16 選好之後呢我們再到一般去 然後再進行串流的部分 好串流的部分呢我們來這邊 那我們就打一份給你們看好了 好不好 使用串流金鑰 然後打開這個使用磁吸吸 這個一定要用 然後標題 再來我要把它到多平台去 我準備要打到很多很多的平台 串流金鑰抓下來 丟到這裡 Ctrl-A跟Ctrl-V 這樣串流金鑰就做好了 好套用 開始串流 開始串流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串流結果 在這邊準備出現 然後變寬了 變正方形寬了 變正方形寬了 變形錯誤 好的 那我們再試著再做一個修正 停止串流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在 設定的部分呢 進去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要想辦法讓它動 好來準備喔 1080X1920 好套用 那我們再來看結果喔 噔噔 各位觀眾 就這麼樣輕輕鬆鬆的搞定你的直幅畫面直播 上logo上字幕都可以喔 好接下來聲音的部分確認 好也有了 好那我把1080的這個直幅畫面直播呢 正式的打出去給你們 讓你們爽一下唷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它多平台直播 各位 我一次要打到多個平台就在這下面 多文發布到更多粉絲專頁唷 好 那我就全選喔 一次給它發個 這個無關 無關什麼你知道喔 這個無關你的頻寬 這裡就無關頻寬了 你只要打得出去呢 它的頻寬呢 都承受得起 好我們這多文發布 好出去了 各位我的friend 我的friend 我的friend 好 大家好我是boss 現在呢 我們又開了另外一個頻道出去 這個是 這個lag是電腦效能的問題 電腦效能的問題 OBS直播你遇到這種lag呢 在先預播的時候呢 出問題就是電腦關掉 我這個就是前面做了太多 跟OBS無關的事情 我在做一些設定跟校正 那麼以至於它就這樣子崩潰了 你們正常的畫面都是這樣子 你們如果不會用的話呢 它正常的畫面都會呈現這個狀態 好 再來聲音改善 各位看一下這裡 現在這裡的聲音是那個叫做A路 是屬於相機的聲音 切掉 轉B路 轉B路之後呢 聲音呢 由於它會比較小聲 你的OBS就要去拉大 或者呢 把麥克風這樣子拿 或者是別在這胸前 你會發現聲音會變得 我們不一樣 在畫面 三根手指頭滑 由右至左滑過去 畫面就會變成乾淨的 再來聲音修飾改善 聲音修飾改善之後呢 你應該會發現整個聲音呢 會變得比較乾淨很多喔